沒有存到檔的話 沒關係 你就開一個檔 這邊的按鈕先不要做 反正你就先到 Visual Basic 先怎麼樣 按右鍵 插入一個自訂表單 然後呢 至少你要有這些東西啦 其實Lebol這個名稱不改 沒關係啦 其實甚至Lebol沒有 主要是這個啦 這四個 這四個名稱 第一個一定要是TestBot1啦 理論上你這樣拉過來 第一個一定是這個名稱 我們基本上 不去跟改他的名稱 因為 如果改的話 它改很多地方 這個是2 TestBot2 TestBot3 TestBot4 然後再加一個按鈕 這樣就OK 那程式的話就放哪裡 放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假設點兩下之後 這裡面假如說沒有程式的話 沒關係你可以先怎麼樣 拿那個雲端上面的 邏輯函數的第2單元 裡面的話 我是把程式放在第5頁 OK 就這邊 你就把 這個 Sub到End Sub中間這邊 Ctrl C 然後呢 把Ctrl V到 這個中間 這樣子 你就 接上了 上個禮拜的部分 OK 上禮拜就是講到這裡啦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要接下來講什麼 講那個 如果 它發生資料錯誤 輸入資料是錯誤的話 那我必須把它擋下來 那我大概推敲下來 總共的話呢 可能會有三種可能輸入的錯誤 當然也有可能第4 有可能第5 反正呢 你的 這個邏輯判斷 越多的話 那當然輸入資料越不容易發生錯誤 那如果越不會發生錯誤的話 那也就是將來你根本就不用去修改 人家輸入資料 因為那裡面的資料 一定是正確的 OK 所以要怎麼樣把那個規則給找 當然我想到就有三個啦 我剛剛講 那 首先第1個 我要怎麼防止怎麼樣 就是 它那個文字方塊沒有輸入資料的時候 然後按下新增 像第1個 它沒有填資料 可是卻按下新增 那不對啊 所以呢 我們可以把它擋下來 那怎麼擋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把它擋下來的話 第1步 當然它一定是先什麼 按下新增嘛 沒有喔 按新增 所以呢 我們一定是 當它什麼 按下新增的時候 先檢查一下 檢查什麼呢 檢查 這 4個裡面到底有沒有放資料 那理論上當然是一個一個檢查啦 那如果說呢 我當然先檢查第1個 有沒有資料 所以我怎麼檢查呢 當然這邊可以做一個邏輯判斷 所以以後的話 你要檢查錯誤的話 邏輯一定是1付 如果什麼呢 那個 第1個文字方塊叫testbox1 所以你就打個testbox1 裡面有沒有資料的話 那就點test 裡面的資料就要點test 那個testbox1裡面有沒有資料 如果呢 裡面有 等於裡面的資料把它拿出來看 如果裡面是沒有資料的話 沒有資料就這個 如果裡面沒有資料的話 這個是一個邏輯喔 如果裡面沒有資料的話 然後 所以後面的話就空一格 然後 做什麼呢 那一樣習慣是 Enter兩下打一個 endif 反正呢 有if 就會有endif 這個是一對的嘛 如果裡面是空的 那我應該怎麼樣 不能讓他 應該要警告他 所以我就跳出一個錯誤訊息 所以呢 跳一個錯誤訊息的話 我就是一個message 縮寫 message box 跳一個 那個訊息方塊跟他講說 請輸入 請務必要在那個什麼 反正你這個敘述可以自己寫一下 那我這邊有寫這個的話 程式是在 因為蠻長的 這邊喔 請輸入姓名 有沒有 我就把這一串 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邊 有沒有 就跳一個 message box 就跳一個訊息方塊 那 再來的話呢 因為那個message box 然後最後記得 後面的話 記得就是 因為他裡面沒填資料 所以記得喔 你就不能讓他 程式繼續往下走 因為不能新增資料 所以應該怎麼樣 讓這個程式跳到這邊 就離開了 你沒有輸入資料啦 你不能繼續往下 所以記得喔 請你在message box下面 一定要加這一行的敘述 叫離開 什麼呢 這個sub 意思就是說 把程式 跳到這邊來 不能往下了 OK如果你沒有加這一行的話 他還是繼續新增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執行 比如說我這邊沒新增 按新增 他會怎麼樣 他會擋下來 因為這裡面空的嘛 就跳一個什麼 請輸入姓名 有沒有OK 不過有同意說 老師這個 這個就messbox 老師這個messbox旁邊是不是可以再增加一個 警告符號 最好是一個小icon 這樣感覺會比較漂亮一點點 那如果說你要在後面 再加上一個icon的話 你就逗點一下 逗點後面的話 你可以加上一個 叫VB 什麼 Critical VB VB Critical 好像是什麼 一個警告的一個 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 VB Critical 如果你沒填 有沒有發現 他這邊就多個叉叉 感覺好像 比較稍微 漂亮一點點 OK 不過 不加也沒什麼關係 有點像 井上天花 沒加也沒關係 你 叉叉是這樣啦 不過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 當後面加的東西 我是覺得他沒有很貼心 為什麼 因為他都像VB開頭 然後後面之於是什麼 說真的坊間的書籍也沒有特別講 所以變成你要自己試 像我就試了之後我發現 大概幾個常用 一般叫什麼 VB Critical XX 然後VB Information Information就驚嘆號 就沒有那麼強烈XX 另外的話還有什麼 VB Question 有沒有 有沒有 或者OK這個應該拆的可以拆得出來 我們一般我會把它改成 VB Information 這個 Information就是 有點像是那個 驚嘆號 有沒有 這個是驚嘆號 感覺好像 會比那個XX好像來的 感覺沒有 那麼嚴重的感覺 就跟你講 提示一下 OK 你就是填一下 OK了 那一樣的道理 那我們理論上應該 最後還有一件事 優標再把它放回去 那如果優標放回去的話 記得怎麼寫 應該是在這邊 你不能 Exit Sub 你應該在這個地方上面 打一個什麼 把優標放在那個 Test Box 上面 那Test Box 1 點什麼 優標放上去叫什麼 Set Focus 這樣就OK了 好 那我們這樣子的話 就做第一個防呆 那第二個防呆 怎麼防呆呢 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這個 他每個 每個那個Test Box 變成你要個別 分別做邏輯判斷 所以這邊 有點麻煩說 你做了一個之後 你把 if到if 的程式複製都貼上 然後記得把這個改一下 1改成2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 1改成2就可以了 意思是說請輸入什麼 這個名稱可能改一下 應該是請輸入 這個名稱叫 達券考核 從這邊可以把它複製好了 那你找一下 這個名稱 然後呢 請輸入什麼 達券考核 那就第二個 OK了 那以此類推 第二個OK 那就第3個第4個 所以呢 底下的部分 因為都一樣 所以我就把這兩個 直接從雲端上面把它複製 貼一下 OK 那這樣的話呢 也就是說你現在 把這個 打開 的話 假如你這邊沒填資料的話 他就會秀出來 那如果你填了這個OK 可是如果下面這個沒填的話呢 那下面這個也會跳出來 有沒有 請輸入答券 考核 郵標 應該放在 第二個 有沒有 又放過來 第三個第四個 一直類推 所以 但是呢 底下 第二個邏輯是 如果他有填資料 但是他還是填 AA 那不對啊 有沒有 所以第二個房呆是什麼 房子 後面這三個 如果輸入什麼 不是數字的資料 應該把它防止 所以第二個房呆 第三個房呆是 如果他輸入是數字沒錯 但是 輸入的不是零到一百分之間 那也要把它擋下來 所以大概會有這三個房呆啦 如果大概這三個房呆是 最 就是很容易想到 但如果還有更多 你可以再把它擋下來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先把那個 一定要輸入資料先建立 所以我們待會 針對這三個房呆 先完成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因為 程式 有蠻多是重複的啦 所以 理論上我是建議你可以 就是至少自己打一個啦 底下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用複製貼上沒關係 但是儘量還是要自己打打看 我是建議 這個程式如果要學得好啦 一定要自己動手打 OK我覺得應該沒有更好的方法因為 如果你要熟悉他的話 你如果不動手自己打就真的 就會越來越陌生 你 也比較 第一個打得慢 第二個比較容易出錯 最好是 可以先理解 我講的 然後你不用10倍 盡可能就是用 你自己 能夠理解的方式 然後把那個程式打出來 如果可以 做得到的話 那以後 你就會越打越順 想到 對那個邏輯 就自己打 那就可以 把那個邏輯給打出來 試試看 好 哦 以上